历史上有僵尸出现过吗?对于无神论者,这显然是无稽之谈,对于盗墓贼来说,那更谈不上,连别人家祖坟都挖的人,怎么会相信有僵尸这种东西呢? 不过古代民间却有不少,记载关于僵尸的传说民间传说,僵尸尸体不服,不死不朽,至于三界之外,可以长生不死,喜欢引人鲜血,道士常用符咒镇压他们,或者以糯米来驱邪避祸,盗墓贼蛙坟掘墓常用黑驴蹄字来避邪,当然这些都是传说中的神物, 像历史上一位重量级的盗墓贼,吴子虚,他就不忌讳这些,到了别人的墓还挖出别人的尸体,皮边尸体,这些离我们比较远了,在中国南冲的一个地方,我们的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具清朝的古尸,肉身僵而不服,身体用果僵不缠着,专家在观果中还发现了,我们传说中的镇尸符咒, 和曲鞋的糯米,这让专家也大为惊讶,根据专家查看,这具尸体是经过赶尸入的坟墓,赶尸的道士会用像,左浆布,或者,左浆套,不过听起来很神秘,我们外行的人叫做,尸布,不过奇怪的是,文物部门赶到现场查看之后,当场就烧毁了这一尸体, 像现在我们中国出土的,一些身体不服的尸体,都是非常的珍贵,基本都被当作国宝一样,的放在博物馆给人参观,其考古价值和医学价值都非常高,国外的专家都是维珍宝,虽然是清代的古师,那也有上百年的历史,说烧掉就烧掉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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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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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